大家好,我叫妮卡 那我今年,大家要猜一下我今年幾歲 猜一下好不好,幾歲 18 哇,我真的要請私大餐了 好啦,我今年28歲 28歲長這樣還OK嗎? 一位小孩的媽媽 那我在愛多美已經 我從2017年5月加入 然後一加入就全職 那我在經營愛多美之前 我經營過四家,沒有很多啦 四家傳職銷 從我19歲念大學的時候 就開始再找傳銷來做 那可能有很多人都會在想 嗯,19歲為什麼就開始想要找傳銷 那我大學的時候我修的是 那個國際工商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然後在我念著第一年的時候 我就發現,怎麼搞得我的學長 畢業了去新加坡當一個服務員 那念這科到底是念來幹嘛 對不對? 然後過後就開始看到很多 嗯,我覺得應該是19歲 不應該看到的東西 就是這種經濟趨向啊等等的 然後你才會接觸到 當接觸到第一家那個傳銷的時候 第一個打入腦海裡面的是什麼 傳銷能給我們的是什麼 被動收入嘛 對不對? 那你今天念完大學出來 你賺錢的速度 有沒有辦法比你父母老去的速度快? 有辦法嗎? 絕對沒有辦法對不對? 可能你會講說 哦,等我以後工作了可能一個十年 然後我賺了一個一萬塊收入 然後我才來供養我的父母 你覺得來得及嗎? 那十年後你有沒有真的會有一萬塊收入? 你也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現在很多人就開始在找額外的收入 那找對還是找不對那個也很關鍵嘛 那我就找過了很多家 也做過了四家 OK? 那我相信也不是相信 我堅信愛多美就是最後一家 OK? 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這一套產品 大家有看到齁 應該都知道了吧 對不對? 上個星期 上兩個星期 才在韓國上架的 The Fame 中文名氣 聽起來就好像很高貴有沒有? 很高貴 然後用了感覺不知道怎麼樣 然後這一套產品呢 大家知道 它跟以往的六建築有什麼不一樣嗎? 就是不知道今天才要來嘛對不對 然後就是少了一樣 六樣變五樣對不對 OK 那我開始講之前呢 我要在你們這邊選一位 模特兒 我想問一下這裡有誰是第一次來中心 第一次 哈! 這個中獎兒 OK很好 那我們今天呢 這位漂亮的模特兒叫什麼名字? Joe OK Joe 那Joe呢 有用這什麼產品了嗎? 還沒 哇 所以他今天中獎中得很好對不對 OK 那等一下今天我不會講太多事件組 因為你們禮拜二中心有講的對不對 那等一下我們剛才我們的司儀 Jacky小姐會幫我們的Joe去後面 就是先用卸妝跟洗面乳 OK 卸妝跟洗面乳 洗完過後 然後呢 我就會示範用了五建築以後 在他臉上大家可以看到的改善 OK 那我們 Jacky你可以幫他 就是先拍一張before照片 然後拍一張before照片 沒關係 看這個鏡頭照片好 OK 那大家看到 這套產品一出來 打了什麼樣的口號 我把它翻成中文的 什麼 不變的美 不變的聲譽 這套產品出來 他打這個口號 我們在過去十年創下的業績 接下來的一百年 要靠這一套產品打出去全球 有沒有很厲害 他除了用回六建築 本來有的四大技術 大家記得四大技術是什麼嗎 結合四大技術 他加了三樣不同的東西 第一個 我們用了一個新技術 叫Triple Oil Micron Capsule 就是三種活性油把它膠囊化 OK 這個等一下後面又講得更仔細 然後放了三種不同的新成分 新成分 然後獲得了德國Dermatax 無刺激的認證 那這一套產品他出來呢 六建築有用過的舉手 有聽過會員用了覺得很油的 也要舉手 心裡默默知道就好 OK 那很多人都會講說六建築不適合我們亞洲國家用對不對 因為用了感覺就是好像有一層東西油油很重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剛好現在韓國是什麼季節 春夏 比較熱的氣候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專門研發了這套產品 是給熱天 熱帶國家用的 所以他用後他的感覺比較輕盈 比較舒服 不像之前那樣很油膩的 OK 那先讓大家看 裡面有五支嘛對不對 第一支是什麼 Toner 爽膚水 爽膚水這一支他功效是 即時保濕護理 然後他裡面用的這個系統 我們叫什麼 皮膚保濕系統 裡面用的一個科技 它能夠讓你乾燥的皮膚很快速的吸收水分 很快速的吸收水分 OK 然後沒有刺激 然後可以很好的舒緩你的皮膚 舒緩你的皮膚 除此之外呢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在下面這一邊 它還有什麼 去角質 去角質 然後保護皮膚舒緩刺激 然後還有一些發酵物 可以加強皮膚的保濕效果 然後接下來這一瓶是什麼 眼霜 眼霜要來幹嘛 眼霜塗哪裡 眼霜 對 塗眼睛 OK 可是其實眼霜就等同於除皺霜 對不對 可是外面一般上我們買的眼霜只敢塗眼睛 為什麼 因為太小皮 很貴 對講到重點了 然後有點油 你就不敢塗全面嘛對不對 可是愛多美的眼霜有沒有夠大皮 有喔 40ml 然後抗皺功效 意思是說 你臉上哪裡有皺紋 你就塗哪裡 這樣有沒有容易理解 然後頸有皺紋也可以塗頸 肚子有皺紋 就塗肚子 所以它非常有效可以撫平所有細紋 那它這個用的這個技術 大家可以看到HST Human Skin Trap E 就是它模仿皮膚的靈脂 皮膚的一種脂肪 模仿這個皮膚的靈脂 那當這個保養品擦上去的時候 因為跟皮膚很相似 意思就是講說 我的家人進來 那種感覺 你外面的如果沒有這個技術 就是你要敲門 敲很久它可能都不打開門給你進去 所以你塗完整皮膚的感覺好像有效 這就是愛多美特別的地方 那接下來眼霜過後是什麼 這支是什麼 Essence 精華液 那精華液呢 不管在六建築 林翠 那個Absolute 還有包括在這個新的五建築裡面 我們的精華液 大家知道它的特別的地方在哪裡嗎 知道嗎 整套產品 刚才我讲了总共三种嘛,对不对 精华液它采用的技术就是那一个奈米技术 所以它的分子是最小的 整套产品里面它是最小的,33奈米 所以涂了以后它能够快速的被吸收 然后渗入皮肤最深层的细胞 提供皮肤深层的细胞营养 当你皮肤深层的细胞吸收到营养以后 它才能够怎么样? 更新,更新就是换上来啦 我们皮肤是28天换一次的那个叫什么?循环 嗯,OK? 所以这边呢,它用的这个科技 它能够让什么? 就是这个刚刚我讲的,那个奈米的 OK?它分子做得很小,所以它很快可以吸收 所以它能够传送营养给皮肤深层 然后接下来 第四支是什么? 乳液,Lotion,对 Lotion的话,这一瓶很特别 它跟六件组的Lotion有点不一样 六件组的Lotion是什么? 保湿 对吗?里面有什么? Beta-Buchita 那这一瓶它加了什么? 它用的这个SRM系统 我们叫滚轮 OK? 它把那个营养成分用这个科技呢 就是用滚轮的方法让我们的皮肤吸收进去 所以你用完乳液以后 你会感觉皮肤变得非常融顺 很光滑 然后最后一瓶是什么? 营养霜 营养霜 那营养霜呢 大家都知道营养霜是让皮肤细胞恢复弹性 就是用了以后会有DoyDoy的感觉 那你就大量一点用营养霜 好不好? 那里面一样这一些 呃 这个 它用的科技哦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图表 是公司科码 他们做出来以后 经历了那个临床实验去测试 涂了营养霜之后 你看哦 这个是使用产品 这个是无使用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它的意思是什么? 当那个T-E-W-L的值越小 代表它水分流失的量越小 越高代表水分流失越多 对不对 所以你要避免你皮肤水分流失的话 你要不要用 要 OK 那接下来呢 我先让大家看一看 就是这套产品用在我们模特儿旧的脸上的效果 请问第一只要用什么 T-E-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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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W-L要用棉花嘛 不用哦 直接用手沾就好了 大概三到四胖 不要问我一胖够不够用 自己知道自己脸有多大 然后自己选择要用多少胖好不好 OK 感觉怎么样 味道还OK吗 你 你这样还能用吗 Jekie Jekie会放在你们手上 你们去感觉一下 那第二只要用什么 OK 请问第二只要用什么 Essence Essence 确定吗 见手 Essence Essence还是眼霜 眼霜 你哪一个 眼霜 她们说这个老师感觉也会怪怪的 OK 请问用眼霜要用哪一根手指图 T-T-O-V-E-W-O 带戒指的那一只手指 无名指 你来试看把你的无名指指出来 是不是感觉最无力就是它 为什么要用无名指 因为它最没有力 然后我们演奏的这个血系管都很小 所以如果你很用力的话 它很容易就破掉 破掉就很容易有皱纹跟黑眼圈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无名指 然后怎么用呢 适当的量粘在你的无名指上面 粘了以后呢 你关眼睛哦 粘了以后先均匀的涂在眼底 涂在眼底 然后从你的无名指 从眼头到眼尾 再从上面转下去 看到吗 做这个一个转圈的动作 大概转十圈 然后不要磨到出火 OK 十圈轻轻的不用用力 轻轻的 十圈它就可以吸收了 然后眼尾如果不要多皱纹的话 十圈以后呢 你们就两根手指 这样子盖住 轻轻的往后面拉 眼尾有很多细纹的话 可以做一个工作 OK 眼酸过后倒什么 对 精华液 我发现前面的很怕 他怕我抽屎问问题 OK 精华液一样 拿适当的量 点五点 然后均匀涂上 就可以了 当然不要忘记你的紧 好 好 有没有人涂帮 也没有涂颈 好 不用举手 笑的我就知道了 哈哈哈 OK 不要忘记涂颈 不然等下你的脸很滑 然后颈有重 就出卖你的脸 用完Ascens 后用什么 对 乳液 哈哈 乳液 OK 一样 适当的量 涂全脸 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常要适当的量吗 为什么 有没有人他用保养品 可能安平啊 还是什么都好 一滴 然后涂全脸 然后一个月以后跟你讲 你的产品没有效 知道吗 所以用的量很重要 根据自己脸的大小去决定 就是说 你脸的每个部分都一定要涂到 OK 那个才叫适当的量 涂完乳液以后 最后一瓶是什么 营养酸 蛤 营养酸 对了 营养酸 可以大声一点 哈哈哈 我不会罚你 哈哈哈 OK 营养酸 等一下营养酸 可以让它们 撕在手上 所以营养酸一样 适当的量 孵全脸 所以营养酸 过来 一些 但是零 那 清 Innen - 嗯,對嗎? - OK,大家都試過了對不對? - 味道如何? - 很清淡,很清香對不對? - 然後呢,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我塗保養品的時候 - 保養品滴在哪裡? - 為什麼不是這邊? - 為什麼不是這邊? - 大部分人是不是習慣性塗這邊? - 除了爽膚水其他的都在這邊,為什麼? - 有沒有看過臉很美,然後這邊很多皺紋的? - 你看,可以發現韓國人他們很本領保養齁 - 他們保養品都是滴在這邊的 - 因為我,你看到我剛才一塗完,我習慣性的動作是什麼? - 兩個手互相插,為什麼? - 不要浪費嘛,你塗這邊就等一下就洗掉了 - 然後你的手就跟你的臉一樣滑的意思 - 所以不要浪費哦,這些都是錢 - 就盡量的,有沒有這樣子塗一下 - 那我們大家可以看到,有看到他的差別嗎? - 跟剛才 - 有齁 - 帶他來的朋友應該就非常明顯的看到了對不對? - 之前有沒有比較暗淡,比較偏滑,膚色 - 然後現在你也看到是紅潤,紅潤,OK? - 然後等一下如果你們要的話,經過之後的同意可以去碰一下 - 看有沒有很滑嫩,OK? - 那就先坐回去,等一下我們30分鐘後,我們再幫他拍一張after的照片,OK? - 那塗完了以後,大家都想要知道無建築用的是什麼成分對不對? - 這裡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啦,OK? - 蟲草,桑花蘑菇,桑花蘑菇是我們一直在用的 - 其他一個成分,然後雙枝桿菌,蘋果,綠茶,蘿勒,Bazil - OK,楊柑菇,魚腥草,茴香,薰衣草,明蝶香 - 感覺好像可以煮義大利麵了一樣 - 原來大家都是吃貨 - OK,來一下抽書 - 六建築,四大科技,誰記得? - 誰記得? - 陳詩文詩 - OK,首先我們分成,大家知道愛若美的產品是由哪兩個機構聯合起來去研發的嗎? - 研發和製造,知道嗎? - 第一個是什麼? - 科 - 研究研究研究所 - 哈? - 第一個是什麼? - 韓國 - 研究研究研究所 - 已經有答案了咧 - 韓國研究研究所就是Carry - 還有另外一個是什麼? - 韓國科馬 - 兩次結合起來變成科馬,B and H, Beauty and Health - 然後呢,我們用的技術,首先第一個是從韓國原子力研究所那邊的一個技術,我們叫什麼?高純度進化技術 - 何謂高純度進化,大家可以想像一下,今天我拿一堆草藥有沒有?如果你包,大家都包過中藥吧?包出來是什麼顏色的?黑黑的對不對?黑黑我放在營養霜然後跟你講塗了黑美白你敢用嗎? - 不管用對不對? - 那這個高純度進化技術就是它能夠把這些黑黑的把它進化掉,變成透明的顏色或者比較淡的顏色 - 就是把這些所有的雜質全部都弄乾淨,ok? - 然後第二個技術是從科馬B and H,有兩個技術,一個是新鮮草本萃取技術 - 何謂新鮮草本?外面一般上的公司他們的萃取方法,例如今天我要萃取綠茶的萃取物 - 我就把綠茶摘下來,烘乾以後再加一點藥水,加一點什麼,然後我才去萃取我要的成分 - 可是這個新鮮的意思是講說,我從我一摘下來,我就立刻去萃取 - 那請問你要新鮮還是不新鮮的? - 新鮮的肯定比較好對不對? - 然後接下來第三個技術就是發酵技術 - 這個發酵技術是要來幹什麼呢? - 大家知道六件組的營養霜是用什麼做的嗎? - 裡面有一個成分,很貴的 - 這個也有什麼? - 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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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動蟲蟲蟲蟲很貴嗎? 一两要两百多到三百块 然后冬虫下草在发酵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是蛋白质 大家有闻过死老鼠的味道吗 没有 没有啊 这样子我带去 不用死老鼠啦 你吃的虾或者海鲜 你放在厨房里没丢的话 隔天是不是就有一个味道了 那个就是蛋白质发酵的味道 那如果今天那个味道放在银铛双里 你打开哇 你敢用吗 不敢 所以外面的公司你可以发现 他们不敢用虫草 因为他们解决不到那个味道的问题 那这个发酵技术呢 除了它可以解决 辟开这个味道以外 它能够把这些分子通过发酵的技术 让它变成很小很小 所以我们的皮肤才能够吸收 这样有理解吗 有哦 那等下结束我再抽书 我给你吃了 OK 那最后一个科技就是韩国科码的多液晶胶囊技术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多液晶胶囊技术 听过不懂是什么 听过不知道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皮肤表层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细胞 细胞和细胞中间有个洞 我们叫毛孔孔的大小 大小哦 是100到120耐米 毛孔的大小 外面一般上的品牌的化妆品的份子是200到300 请问意思是什么 你的洞这么小吗 那个份子长这么大颗 请问要怎么进去 所以外面的牌子教你用化妆水用他们的护护品 有没有要你很用力的去拍打 反而用机器让它吸进去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是自愿进去的吗 不是 它是被你强迫进去的 所以它被你强迫进去以后 它只留在皮肤表层 它没有办法深入到皮肤深层的细胞 所以你用来用去 你感觉怎么我的脸都没有改善 OK 那艾多美呢 通过这个多液晶胶囊技术 它让我们的细胞 刚刚我讲发酵过后 那个细胞是不是变得很小很小 份子 艾多美的产品 份子最小的就是精华液 33nano 到最大55 请问你的细胞能吸收吗 可以 比你的毛孔还小 对不对 所以它一涂它就能够吸收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的皮肤它是很聪明的 我们的细胞 这些东西是属于什么 不属于身体的吗 对不对 如果它就直接这样进去的话 它会不会担心 对我的细胞造成伤害 会 因为灰尘比这一些还要小 还要小 所以如果它能够直接进去的话 那细胞都死光了嘛 所以皮肤它有一个自我保护的功能 有东西要进来 它会挡 它会把它通通挡在外面 通通挡在外面 所以这一个科技 它的作用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化妆品的份子 我们的护肤品的份子 它多液晶胶囊的意思就是讲说 邦智利 这颗圆圆的份子 用胶囊包起来 然后这个胶囊它的设计 把它设计的跟皮肤的磷脂 就是那个脂肪 那个神经显胺 Cheramide 然后Corestrol 这些设计的很相似 所以当我们涂了以后 皮肤会觉得 这个跟我是同一个的 所以它就能够吸收进去 这样有比较容易明白吗 好 这个就是这个技术的特点 所以为什么 你用了爱多美的产品以后 你会发现 以前我用什么SK 什么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可是为什么用爱多美这么便宜 可是效果这么好 就是因为技术的问题 这样有理解吗 有 好 OK 那刚才我讲到 五件组 它是用了三种新的成分 来达到三个不同阶段的保湿 首先第一个成分 我们叫泛唇 泛唇Pentanol 泛唇在医疗美容界 是一个很高级的成分 很贵 很贵 OK 它对保湿跟抗敏感 非常的有效 那在